你这个分手提得非常好啊兄弟 我告诉你 你这才像个男人 今天你不分都不行 我认为你不尊重我 你不把我当男朋友 你一直压迫着我 我很不爽 我今天要分手 你有本事你就说出来 没本事你就闭嘴 回去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 不要说别人不尊重你 首先是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 视频中被导师怒斥主持人怒激着的男生 名叫小伟 虽说他与其女友才谈了八个月 但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 他过得却并不快乐 甚至可以用惨来形容 以至于当他忍受不了 来现场控诉女友的恶行之时 众人便怒气不争的当场训斥了他 那么其女友小贤到底对小伟做了什么 竟让众人都看不下去 为小伟分分明不平呢 最近不是要大事了吗 大事了 那我不是在当地就找了个实习的工作 然后离学校又很近 又方便又不用租房子 他非说不行 他非要把工作给迟了 陪他回他的老家去 那我当然说不干了 然后他又开始闹 他去我的单位里 在我的单位大吵大闹 跟我领导讲我的坏话 我就被辞职了 刚一上场 小伟的一番吐槽 就惊诧了众人 见过无理取闹的 没见过那么无理取闹的 刚毕业的小年轻 能找到一份条件好的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 小贤却因为自己的胡闹 导致男友丢失了工作 这种行为完全不是二十多岁的正常人 能干出来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小贤那么极端的一定要搞砸男友的工作呢 那我闹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有问他 我说我们到时候以后工作要在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以后再拿我就再拿 他既然说他要跟我的话 那我不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两个到时候不要异地恋吗 我就让他辞职 你帮他辞职 是啊他就帮我辞职 只是因为不想和男友分隔两地 与男友异地恋 就要大闹男友公司 导致其失业 小贤真可谓是小孩新兴 完全没有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果 而这也正成了小伟心中 无法解开的心结 所以他便与女友提出了分手 可谁料女友竟不愿与他分手 还闹到了现场 所以小伟便忍无可忍的 向众人揭露了他过往对自己的折磨 就是追他的时候 他就要我签一些协议 什么协议啊 就是一些霸王条款 什么条款呢 比如说早上要接送他 要给他送早餐 还有过年啊 过节 他要回家 我都要送他去车站 然后有一些过分的 就比如说他发朋友圈 我五分钟之内必须点赞 还要评论 就好像他发朋友圈 那我总要上课 或者总要做事吧 他就不行 他一定要他发朋友圈 我五分钟之内必须点赞 就好像有一次我上课 我把手机关进 然后我手机再看的时候 就有二十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他打的 我回过去还会什么事呢 他就说 你刚刚有个朋友圈 没给我点赞 然后就在那边生气 他主要就是 一直一直就爱发朋友圈 一直要我评论 然后后面我就说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协议改一下 他说行 他说他发完朋友圈 他会跟我说 再叫我去评论 更过分 他给我下个软件 因为他朋友圈的内容 评论的内容嘛 我一定不能重复 一定要有新意 就好像他发个自拍 我还要写手诗呢 他一天要发十几条朋友圈了 虽说小贤这恋爱条约过于离谱 完全不切合现实情况 但当初小伟要如果真的介意 那么他当时就不签就好了 现在签了又根本做不到 还在这里怪女友是霸王条款 女友太野蛮 他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谓是不守信用 而对此 小贤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说如果你当时如果不签的话 我也没有理由那样折磨你 而且这些要求也不过分 很正常 然后他现在就觉得不行 那我这不是在考验你的才华吗 而且你以前怎么说我的啊 你说我怎么漂亮啊 这个那个的 那你现在说这句话 那你就是说你以前说的那些 都是骗人的了 说你漂亮当然可以了 那每天我都说 你好漂亮你好漂亮 他都嫌烦 他就一定要我写诗 有些诗我自己都不懂 我都要百度 那你这话说的就是 以前那些夸我的话 全部都是百度的 你就在敷衍我 俗话说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而男人也是得不到的就珍惜 得到了就各种嫌弃 显然小伟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当时小贤这个朋友圈 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值得他打那么多通电话的呢 我那天给他打那么多电话 我只是因为说 我一开始给他发微信 然后他没给我回 然后我就怕他出什么事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一直打都没打通 虽然小贤解释说 自己是因为担心男友安慰 才打的那么多电话 但是这种解释 显然很苍白无力 毕竟身为小微女友的他 很难会不知道男友在上课 而他若明知男友在上课 还要打电话的话 那他究竟是校训和课堂纪律 为何无呢 我们现在大学生 哪有像以前一样 说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如果万一我哪天 出了什么事呢 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一直没接 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虽说在现代社会 很多事都没有了那么多束缚 但我们是中国人民 要懂得尊师重党 小贤这种明知会打扰男友 打扰课堂纪律 还要一意不行 真是有些任性 然而小伟接下来却表示 女友任性的不止这一点 有一次寒假的时候他要回家 然后我说回家行 我送你到出租车上 到时候你出租车打过去就好了 他非不要 非要我送他到车站 不是大家都男朋友 都有送女朋友到车站吗 那还有那个放寒假 行李那么多 我怎么一个人 提那么多的行李去上车啊 知道没什么 有影响吗 有什么影响吗 有啊 我那天还有课啊 他跟我只是同校 但不同专业 我还没放假 他先放假了 期末了 本来课就紧张 你不知道他要上课吗 我知道他要上课 那你知道他上课 还要他送你啊 但是他是我男朋友啊 而且我那天的课 也就是一二节的 我说我十点多 十一点送你去车站 可以 他非不行 非要买七点的票 那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那天中午家里有事 一定要那么早回去 不然我也不喜欢 那么早起床啊 你的事都是事 我的事都不是事 我那颗现在还挂着 还没过呢 小伟的一番控告 真是让人听了又想叫 又忍不住生气 毕竟他这样的下场 可谓是自作自受 是他的不作为 才把女友灌成这样 他才有了挂科的下场 而且在他们身上 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是 他们觉得挂科 都是青春应该疯狂的 甚至来说 还值得鼓掌的事情 而这种错误的观念 他显然没有意识的 反而继续控诉着 小贤的种种不对 他每次都爱新加一些条款 那现在他又加了 他说逢年过节 必须要送两份礼物 送一份还不行 他第一份送我 这不是本分吗 第二份不是惊喜吗 这样子我会更开心 我就会对他好一点 没有礼物 你还不对他好 那他本身就得对我好呀 那我去年圣诞节 我给他准备了两份礼物 我还特意订了餐厅 还准备了玫瑰花 才坐下来 看到别人旁边喝奶茶 他也想喝 要我去买 圣诞节本来人就多了 我就说肯定会迟 他说不行 他就要喝 我就往回来一伙 他二话不说 扭头就走 在小伟看来 自己对女友的种种要求 可谓是有求必应 想要天上的星星 小伟都有可能为他摘下来 可是自己做的这些付出 都没能让女友多爱自己一些 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地蹉跎自己 然而听完这些 小贤却有怨言要说 你那是往回来一伙吗 半个多小时 我一个人就坐在餐厅里 撒愣着 就一直坐在那里 然后人家菜都已经上齐了 别人都是一对一对的 那你为什么非要喝奶茶呢 我不是看到隔壁桌 我想喝吗 别人干嘛 你就要干嘛呀 我去买奶茶的时候 我在奶茶店 我还拍了照 我说人很多 你要么先吃 他飞不停 他一开始跟我说 没事没事 我等你 我到那边 他就恶化不说 就扭头就走 我还更尴尬的 我还要算账 我算完账 我心想今天又是过节 又不能扫他的信 我还要去追他 追了他半条马路 找到他以后 我说那我们换一家店吃吧 换了一家店 他还步一步了 还骂了我一个网上 那我不是想说 发泄一下情绪 好好的圣诞节 你发泄什么情绪啊 我就觉得不开心 见过做的 没见过这么做的 明明是他想要 指使男友去干着干的 最后他却嫌男友干得不好 还对男友发脾气 他简直就是仗着 小伟对他的偏爱 肆意在折磨着小伟 可是他不明白的是 这样的他非但 不会让小伟越来越在乎他 反而会让小伟 越来越反感他 对他怨言更加的满 然而这些小贤 根本就没意识的 所以主持人 对此便忍受不了地 现场发泄了情绪 你凭什么不开心啊 他排队买奶茶 你坐在那等 你自己去买啊 有胳膊有腿的 他是我男朋友啊 如果我 我也有胳膊有腿的 我如果真的要去买 所以你今天来就来对了 你这个分手提得非常好啊 兄弟 我告诉你 你这才像个男人 今天你不分都不行 都说宁差一座庙 不会一桩婚 赵川老师在这个节目上 也算是见识了 许多奇葩的事情 算是见识广泛 但如今敬畏了 这小两口的事 如此气愤不已 显然是小贤做事 已经离谱到了极致 然而这还没完 接下来小伟说的那些事件 更是让赵川老师 听得头痛不已 他最后还说 惩罚我 他惩罚我冬天嘛 他是看别人都有戴围巾 他也想戴 他又非要手织的 非要我织给他 一个大老爷们织围巾 织了吗 织了 我在宿舍织了一个月的围巾 这友都笑死我了 说我娘娘腔 织了围巾以后 我送给他 他说难看死了 戴也没戴过 要说这小贤真是见啥是啥 想一套是一套 但他想要的 却都要小伟来给他买单 然而织围巾这件事 平常都是女孩为男孩织的 怎么到他这 两人的角色又反过来了呢 况且小伟既然都为他做了这些事 怎么他又嫌弃这嫌弃呢 但是我看到我社友 他男朋友给他织了围巾 我也想要这样子 就想说让别人也羡慕我 明白 就是别人做什么 你都特别愿意做什么 是吧 但是他那个织的那个围巾 他说我不戴 是因为他那个织的围巾 太不好看了 那我也是用心织的 你有用心织吗 你一个礼拜 你要去六天的健身房 那你觉得你有花心思吗 我觉得你织那么丑 就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思 在那上面 明明明小伟已经尽了全力 讨女友欢心 可女孩还是对他不满 小编听了都难免感叹一句 小伟这找的根本不是女友 而是祖宗 然而当小贤说到健身房时 本来闭口不言的小伟面色又变了变 似乎更是有苦难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到健身房 他嫌我健身时间多 我一天也就去两小时 然后呢 他就不开心 他就创众我社友 跟我社友说给我送东西 我那天又正好不在 他就到我的宿舍 把我的健身卡 把我健身的装备什么都给剪了 把衣服也剪成一道一道的 若说之前小贤使唤男友的那些事件 都是些小打小闹 那这回小贤做的就有些偏激了 毕竟有什么事 他不能与男友好好商量 非要以摧毁男友的爱好 而让男友妥协呢 那我不是原本就跟你说了吗 让你多抽出点时间来陪我 平常就要上课 一些闲暇的时间 你不留给我 那你要留给谁啊 我不是有留给你吗 你都说了 你要我不去健身的时候 我都没去 然后我问你去干嘛 你又不说 你非要我跟你一起发呆 我是让你跟我一起发呆吗 这些闲暇的时间 不应该都是你安排的吗 我没安排吗 我说我们俩一起去健身 这不好吗 又锻炼身体 你非不干 非说健身蛮臭 那我不是不喜欢健身吗 我就是想说 你都多抽出一点时间出来 陪我出去逛逛街 吃吃东西什么的 其实恋爱中的女孩 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都希望男友能过度关注自己 一直陪着自己 哪怕是两人一起发呆 她都觉得快乐 但是她的快乐 却并不能凌驾在小伟的痛苦之上 而说到痛苦 小伟接下来爆出的一件事 不由得惊得众人连连冷汗 然后她非说要去游乐场 我本来就有点恐高 她非要我玩那些很刺激的高空的项目 我说我玩碰碰车不就好了 非要玩那么刺激的项目干嘛 那你去玩碰碰车 你干嘛还要去游乐场啊 去游乐场不就是要去玩那些刺激的东西吗 那我不是让你玩吗 我帮你拿包 我帮你拍照 这不多好 非要我玩 那我一个人上去玩 有什么意思啊 那最后不是 还是我一个人上去玩了三遍的过山车 那她呢 她在下面看着 那不是她不陪我玩吗 我就惩罚她 过三遍 明明知道小伟恐高 还要惩罚小伟 小贤这恋爱谈的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都是在危害小伟的生命 她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过幼稚了 让人实在无法苟同 而听了小伟的这些控告 主持人都忍不住询问 她是怎么忍过这八个月的 谁料小伟的回答 却让众人笑掉大牙 冷不过来也得冷过来 那都是因为她爱我呀 是你爱她对吧 那我也爱她呀 不爱也不行呀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她不想跑 她只是觉得 觉得她过得太不舒服了 然后想来这边这里讲一下 然后让我能对她好一点 或许是因为小伟还爱女友 所以小伟在经历了这些种种之后 还是不愿在场上说出 与女友分开的话 但他们两个这样的相处方式 实在有着很大的问题 台下的导师们 又会给出这对年轻的小情侣 什么宝贵的建议呢 你是一点一点在害她 你就这么作吧 你唯一比到别人强的什么就是她对你的好 我就炫耀吗 虚荣吗 但不好意思 这小伙子呀 她不属于你 因为你什么都没给她 感受过她的什么感受吗 你还跟着趾高强的 说她不会离开我 她现在就是因为不舒服 来找你们说一说 发泄一下又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还知道她不舒服啊 你是大三还是大四 大三 还有一年的改正的机会 我给你建议说 如果你真爱她的话 你先放过她 让她正常的能够 步入社会有自己的能力之后 你看你有没有实际行动 能驳回她对你的爱 好好学习 用这一年时间好好学习 然后真正能自己 踏踏实实的毕业 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找份工作 之后你们再谈恋爱好吗 瞿为老师的一番话 说的小贤是泪水之流 不过瞿为老师也正说到了点子上 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不应该为了恋爱 而去放弃自己的生活 放弃自己的学业 所以希望小贤两人 能够把瞿为老师的话 听进心里 在当下专注学业才是硬道理 你知道她心不甘情不愿吗 不知道 哦 你不知道啊 但她最后都做了呀 那我想问你 即便是她心甘情愿 但有些事 好像是缺乏尊重的吧 男朋友是应该爱你 为你做这个做那个 买买东西吃吃饭 那我想请问你 你跑到人家寝室去 把人家的衣服 全部都给剪了 跑到人家单位上去 把别人的工作给辞了 你有尊重吗 这跟是否是男女朋友之间 没有关系吧 你凭什么替别人做主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需要别人疼爱的 好像只有你需要被疼爱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谈恋爱 只是别人对你好 你不需要对别人好 那恋什么呢 什么叫互相依恋 互相爱护呢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否则的话 你就是把自己架在火山口 涂雷老师的话 说得非常犀利和一针见血 所以瞬间让小贤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而即便涂雷老师怎么说 最终两人是否能够走下去的选择权 还是在于两个人的手中 旁人再多的说辞也无用 小贤终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 意识到自己曾经对男友 做出了多么大的伤害 但是伤害已经产生 小伟又怎能轻易愈合伤口 原谅小贤呢 所以最终 小伟还是选择了离开 其实很多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总觉得另一半应该忍让自己的小脾气 包容自己的无力取闹 但是他们也应该明白的是 在做的事都是建立在爱对方的基础上面的 不是一方无限地包容另一方 而是两个人站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你看着我看着你 未来的方向一致 努力的目标一致 这样感情才会和谐久远 那么 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了